新一千里一夜每天小故事 我们讲荆轲刺秦的时候 荆轲为什么会失守呢? 其中一个原因 他本来心里想啊 先挟持秦王嬴政 逼迫他吐出庆占诸佛国的土地 不行呢 再把他杀掉啊 就因为多了这么一个心眼对吧 然后就失守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干呢? 就是想到四五百年前 春秋中期中国第一个刺客案例 曹末之事 曹末仅仅靠一个匕首 在齐鲁会蒙的时候呢 胁迫齐桓公 让他吐出庆占的所有的鲁国的土地 就这么简单 啊,piece of cake 就完成了 镇荣发快的吧 本小力大 所以成为千古美坛 那么后世你想 就有不少人都想笑发 包括我们所熟知的 赵国的令相如和秦王的免职之会啊 还有毛遂之剑到楚国去跟楚王合纵抗秦 对吧 荆车都是玩第三次第四次了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完全不一样 很难玩成功的 对吧 你那个时候 战国白热化的阶段 谁给你玩这些信义啊 何况像秦王嬴政这些都是如虎狼一样啊 那么春秋中期的时候 曹末这个时候可以啊 他做了第一个 大家都没有任何防备 想不到会有人干这件事 甚至连弑君都是在此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候 才发生了第一例 就是在魏国的时候啊 公子周虚 把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啊 魏桓公给干掉了 一下对吧 天下皆经 从此以后啊 纷纷效法啊 那么春秋战国弑君 那就层出不穷了 我们看就是曹末的时候 鲁庄公跟齐桓公啊 他们那个时候 齐桓公就公子小白 为什么能当上国君呢 首先就是他的哥哥齐香公 也就是鲁庄公的大舅 被试杀了啊 齐国大乱 他二舅公子丘 三舅公子小白 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 纷纷逃走 二舅呢 就跑到他魏国来 因为二舅的妈妈是鲁国人 三舅公子小白跑到举国去啊 就齐鲁东边的一个小国 好 等齐国国君之位空缺的时候 两边就赛跑 看谁先跑回去 那鲁庄公是帮他的 二舅对吧 还去拦截三舅 甚至呢 管仲就射了一舰 差点把他的这个三舅给射死了 装死 躲过一劫 而且趁你们都以为他死了呢 连夜抄小路 跑回齐国都城 临之先即位 回军就齐桓公啊 而这边鲁庄公和他的这个二舅呢 就以为已经 齐了对吧 齐活了 慢慢走慢慢走 康庄大道 结果才发现是这么回事的 大陆就去攻打齐桓公 就之间发生战争 败了 败了以后 齐桓公要求他啊 也是他外舅 就齐桓公的外孙啊 鲁庄公 把二舅给杀了 然后把管仲给我引渡回国 说要剁成肉酱 实际上呢 因为管暴之交嘛 弄回来以后要重用管仲为相的 所以鲁庄公再次被骗了啊 呵呵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加深 即怨很深 那个时候虽然齐国是大国呢 鲁国也不弱 啊 所以就互相干呗 然后这个齐桓公呢 一直都还记恨这个仇对吧 当初我外舅来阻拦我 当国军差点被当上 差点被射死 就又发兵来攻打 鲁庄公 就爆发了长勺之战 这一战我们大家其实都很熟 因为有一个 曹贵论战对吧 鲁国出了一个人才叫曹贵 不知道跟曹贵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这是一个千年历史公案 曹贵呢 就用了那个什么 一鼓作气 载而衰 三而解 对吧 然后对齐军已经冲锋 雷鼓冲锋三次以后 才让鲁庄公去攻打 结果一下就把齐军打得大败 溃散逃跑 逃跑的时候又不立即追 而是先看一下车轮印是不是很乱 地上是不是倒了很多旗杆 啊 否则的话 那可能是齐军有埋伏对吧 一看 哎 这显然没有埋伏 才命令去追杀 对吧 这次长勺之战呢 鲁国大胜 那你想想呢 这个 三舅对吧 齐桓公又会卷土重来报仇 带上宋国 这一次呢 鲁庄公是先干掉宋国 啊 先打赢了宋国 然后齐国呢 就又退兵了 所以从这几战来看呢 鲁国当时一点不弱啊 还是很厉害的 那么 齐桓公就在管仲的谋划之下 换了策略 先干掉周边那些小国家 敲山正虎 然后呢 跟 啊 宋国 陈国 蔡国 和正国 会谋 所谓会谋呢 打得平等有爱的旗号 其实就是你们拜我做大哥嘛 对吧 然后鲁国呢 不参加 对吧 这个叫北姓会谋 鲁国 不参加 鲁国 对吧 鲁庄公觉得 我还是挺牛逼的吧 干嘛要拜你做大哥呢 那怎么办 那 齐桓公想当春秋的霸主呢 那我身边的鲁国都不服我 我拜我做大哥 我怎么 怎么可以做得了呢 啊 那么管仲基又给他献计谋 对吧 先干掉鲁国跟齐国之间的一个小国 的废国这样子啊 让他们害怕 这样子 齐国呢 就跟鲁国之间又打了三仗啊 这一次呢 鲁庄公就是用了一个叫曹末的将军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曹末跟曹贵 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但是前后只相差了三年时间 很难说你有这么啊 位高权重的都是姓曹的将军 是吧 有可能同一人叫法不同而已 那么曹末三战三败师弟千里 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多人支持不是同一人呢 就是觉得这个跟曹贵啊 那样子的有勇有蒙比较起来实在差得太远了 三战三败师弟千里 但是你从鲁庄公对他的新人来看 又觉得啊又好像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呢?即使这种情况 鲁庄公依然信任他、用他为将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 曹末就给鲁庄公说 割地求和把税议让给齐国啊 然后进行会谋 对吧? 那肯定鲁庄公不愿意了 但是也没办法啊 都已经打到都城取富 沉下来了 而曹末呢 他很有信心 说你其他的不用管 你就只做你的 啊?鲁君就行了 我就做我的臣 我们一起去会蒙 就这样啊 曹末就好像一切胜券在握的样子啊 从这一点看呢 他又像是曹贵对吧? 曹贵 好 我们想这个时候 鲁庄公的啊 三舅对吧? 齐桓公肯定大喜啊 非常高兴 就在柯地这个地方 住了高台 搞得非常啊 这种 阵仗非常雄伟 很壮大这样子啊 里三层 外三层 很高的台阶 都是武士这样子 上面放的都是牺牲啊 准备煞雪为盟 非常高兴 好 两边呢 只带一臣一君 上台 对吧 那个时候 还没有说啊 就那么严苛 不能带一点 什么都不能带啊 什么检查 那个时候可能 对吧 还都是君子嘛 这不像后世呢 你像荆轲这些肯定都要搜索了 都要搜的 所以曹 曹末才可以戴一把匕首 偷偷戴一把匕首上去 鲁庄公上台的时候 后每一步台阶都大占心惊 再看曹末呢 好像若无其事啊 上 所以他心理素质极好 上了台阶以后呢 那边就只有齐桓公和管仲 管仲是没有带任何兵刃的啊 齐桓公没带任何兵刃的 这个时候 曹末突然就掏出匕首 对吧 左手抓住 齐桓公的衣袖 右手就比着他 对吧 这一幕就让我们想到了 荆轲刺擒图穷比线 那一幕 对吧 那么曹末 怎么胁迫 说服齐桓公呢 他说你们齐国 齐强弩弱 四强凌弱 现在 鲁国的都城 垮下来以后 都已经压到齐国的边境了 你自己想想吧 该怎么做 非常明白 对吧 你要是不吐出来 你现在就死在这里 对吧 那么齐桓公 当即就说 我全吐出来不行吗 这个税益我也不要了 前面三战 所侵占的所有这些土地 千里之地 全部还给你 这样可以了吧 呵呵 话音未诺呢 曹末当即就把匕首扔了 非常潇洒 然后再下了台阶 转身过来 就又列在群臣之间 北面四吃 恭恭敬敬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一下齐桓公 大陆对吧 你这不玩我吗 呵 耍我啊 当即就想叫左右 把朝鲁抓起来干掉 甚至我一路之下 我马上率兵 攻打鲁国 把你灭了 对吧 就好像秦王报复燕国一样 这个借口还不大嘛 对吧 把你灭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呢 马上就被旁边的管仲给制止了 啊 说你还想 你还要 哼 称王称霸呢 对吧 你要做春秋霸主来者 不能失信于人 你一旦失信于人啊 就属于贪小时大 其他那几个诸侯国的看者啊 他们不会相信你了 对吧 你做他们的大哥 啊 齐桓公反应也很快了 对吧 就当即大家就要又亲如一家 哈 信守承诺一起会盟 那么此后呢 鲁国收回了自己的所有土地啊 同时就也认了齐国啊 反正你是我的三舅嘛 认你做霸主啊 拜大哥 而齐桓公呢 也应获得福 其他周边那些诸侯国啊 宋国 成国 蔡国 郑国 卫国 一看 齐桓公真的是很有心胸啊 信守承诺可以跟着他混 对吧 那么都跑过来拜他为大哥 结果很快就发生新的会盟 对吧 从此 齐桓公就做了真正的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 所以 曹末之势呢 它是史上是一个双赢 甚至多赢的局面 对吧 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 鲁国收回师弟 齐国 做了霸主 对吧 然后大家之间呢 因为有齐桓公来做会盟呢 互相之间换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 这不挺好吗 对吧 那么为什么曹末他可以干成这件事 他可以那么自信呢 他就是吃准了 吃准了 齐桓公一定会信守乐园的 否则他无法实现他的野心 做这个春秋霸主 对吧 那个年代做霸主 不能光靠拳头的 还得让人家心里扶你 对吧 所以是跟那个年代还有关系 都还得打出天子的旗号 打出诚意诚信的这些 对吧 这些做法才可以 所以曹末这个行为呢 跟后面的那几位啊 专珠、妖妮、聂政、荆轲 他们这种刺杀还不一样 他们是真正的刺客 是以刺死你为目的 而且呢 自己也杀身成人 曹末他是不会杀死齐桓公的 杀掉他 反而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只是胁迫 而自己呢 也没死 对吧 然后得到这么一个 一个happy ending来的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成功案例 虽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刺客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烂做这个事 而且他的这种成招冷静 他的这种忠勇 对吧 他的这种不择手段达成目的 依然很符合刺客的特征 生死、自知不爱 是吧 嗯 所以司马迁呢 在《史经刺客列传》里面 把他列为第一刺客 我觉得也说得过去 啊 而且在当时和后世呢 都是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的 只有很多效仿的案例 对吧 呵呵呵 就是这样 就是 荆轲失败了 啊 宁向儒也是成功了啊 秦王叫赵王 啊 给我弹个琴 赵王不得不不弹了 然后人家的这个史冠啊 记下来啊 赵王为秦王弹琴 那么反过来呢 宁向儒 就要让秦王给赵王计否 啊 啊 或者不 秦王不愿意啊 我就要给你流血五步 对吧 却见当场 那秦王不得已 也就 击否 然后这边 宁向儒又是赵国的史冠记下来 呵呵 毛遂呢 跟着平安京 一直到楚国去 叫楚王 跟着赵国一起合纵抗秦 楚王不愿意啊 不敢 啊 那么毛遂就实践上来 这他妈都什么事儿对吧 这么简单 你们聊这么久 呵 啊 然后就直接都掏出剑来 说同不同意对吧 非常简单 简单直接粗暴上 楚王答应了啊 说你的楚国 受了这么多耻辱 还在这里 对吧 啊 为你所不止 答应合同抗秦 荆轲呢 没有成功 呵呵呵 还不如直接啊 就刺杀过去 你抓衣袖的行为 就表示里有更多想法了 不用抓衣袖 直接冲过去刺杀就成功了 好吧 嗯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好